小文今年33岁,去年5月31号与杭州卖优品牌管理有限公司,也就是Mario高端会员俱乐部签订协议,购买的交友服务套餐叫博爵会员,服务费用34,800,合同期限8个月,约定服务期内推荐或引荐不少于8人。 小文说对方陆续推荐了6位男士,但都没见面,微信聊了聊后也都没了下文。直到去年10月份,他表示遇到了一位让他感觉还不错的男士。 小文把两个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了出来,有些比较露骨。南方发来的最后一条信息是,对你有好感,但只是普通朋友。 最后祝小文幸福。小文结合那次见面的感受,推测对方可能当时是想打着相亲的幌子,对他做一些出格的事情,但没有得逞,所以提出结束。 他觉得这家Mario的服务名不腐蚀,因此想要退款。 我现在诉求就是要求这个平台全额退款,然后就是这个男生我需要他当面给我道歉。 Mario的工作人员解释,他们这家店是加盟店,去年10月中旬接手过来。 这个会员的话呢,就是在交接上面确确实实疏忽了,因为疫情的问题我们也才正式工作没有多久,这个男士才特地过来讲解了这个过程,包括他和男士的所有的就是两个人的聊天。 因为男士想要证明他跟他没有任何亲密的,就是亲密的关系,所以他比如说找一些关键词,比如说亲爱的呀,比如说我想你呀,我爱你呀,就完全没有这些。 工作人员表示,小文已经见过八位男士了,算是享受超额服务了。 记者联系让那位男士了解情况,可是对方回复。 做一个服务行业来说,客户的感知当然是排在第一位,如果是我们的疏忽导致的,那OK,我们愿意去承担我们的责任。 比如像这个客户他不是八个月的服务期,他后期他的服务还没有服务的,这个费用是的,我们是可以退给他的。 后来经过协商,Mary又方面退回了小文19900多块钱,1818黄金也记着报道。